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我们要让同学了解经济个体单位它的分类是什么 第三个我们要让同学了解经济学当中在经济社会当中市场分类是什么 最后呢我们要把个体单位跟市场全部的把它连结在一起 让同学去了解说这些经济单位它们在市场当中是如何进行互动 那么在这个单元的最后呢我们也会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让各位同学动动脑筋 我们可能举一个王小梅的例子 他如何在经济社会当中进行互动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例子来做这一个单元的总结 接下来学习的方法 第一个我们会希望各位同学不管是在任何的单元都要先做好课前预习的工作 那么在课堂的时候专心的听讲 遇到你有问题的地方随时能够来询问老师 那回去之后呢把你的笔记重新整理好 做一个复习的动作 只要你能够做好课前的预习 课堂当中的专心听讲课后的复习 我相信这一个科目基本上你已经可以学好60%了 那剩下40% 怎么样把它经练呢 就是透过日常生活 你去要去寻找一些日常生活的经验 来理解这些理论的内容 如果这样的东西又有一些日常生活经验 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加进来的话 我相信你的经济学的学习 已经能够达到90%以上甚至100% 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这个单元的课程大纲 好第一个我们要先介绍什么是生产要素 第二个经济个体的分类 第三个市场的分类 第四个这些经济个体单位呢 也就是家计单位还有厂商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经济个体单位是政府 他们如何在市场当中进行互动 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个东西就是市场机能 这是一个经济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首先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生产要素 各位同学什么是生产要素 简单来讲生产要素是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来生产产品 叫做生产要素 各位同学现在看到的比如说一个包包 或是手机 它是一个产品 可是要把这个手机或是这个包包生产出来 它需要什么样的要素 好这个很重要 你要先了解什么是生产要素 经济学当中生产要素有四个 第一个是劳动 什么是劳动 你有可能付出你的劳力 你有可能付出你的脑力 我们说劳心劳力 不管你是付出你的劳心或是付出你的劳力 都属于劳动 那你付出这个劳动之后 你提供这个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时候呢 你能够获取什么样的报酬 我把它写在我们这一个 投影片的地方 你当你付出 或是说你提供劳动这样一个生产要素 来生产产品的时候 你获得的报酬是什么 就是你的工资嘛 对不对 那么土地呢 如果你拥有土地这样一个生产要素的话 土地它是一些所有自然资源的一种简称 比如说你拥有什么样的自然资源 我们都把它称之为土地 如果你拥有土地这样一个生产要素的话 你能够获得的报酬就是地珠 对不对 那么资本是什么 资本是说包括了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还有公司的存货 这些都是资本 再讲一次 包括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还有存货 这些都是资本 那如果你拥有资本这个生产要素的话 你提供给厂商的话 那你可以获取什么 获取 利息 这些 我们在 透明运上面所写的 都是 报酬哦 那第四项呢 是企业才能 什么叫企业才能呢 你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专业经理人 你拥有这样的一个劳动的生产要素 土地的要素 还有资本这样的生产要素 如果你能够透过你这样的一个优秀的CEO 你去做一个组合应用 然后帮公司带来什么 带来利润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企业才能 所以企业才能 它 它能够获取的报酬形式就是什么 就是 帮公司创造利润 那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跟同学举例的说 一个公司要生产一个手机 它必须要什么 它必须要有人手 所以它必须要去雇用劳动的要素 然后呢 它要建置厂房 它要建置厂房 它要去买这些设备 那个东西它就必须要有资本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厂房呢 它必须要盖在一块土地上面嘛 所以你必须也要拥有土地的要素 要拥有资本的要素 然后呢 你这个手机如果要卖得好 也要有一个好的专业经理人 能够同时的拥有劳动 土地资本这样的要素 把它妥善的应用之后 帮公司创造财富嘛 好 所以 一个手机这个产品的生产 是需要这样的生产要素来支撑的 各式的报酬形式 就如我们在投影片上面所写的 好 当我们现在了解生产要素之后 接着 我们就要开始跟各位同学说明 在经济社会当中 有什么样的个体单位 第一个 最简单的就是家庭 各位可以很简单的 或者是在家庭旁边做一个注解 家庭就是你个人了 也就是消费者 我们只是说用家庭这样的一个统称 那可能各位同学或许会有一些误解 家庭里面包含很多的个人 很多的成员 好 你把它很简单的来看 家庭就是你个人 也就是这一个消费者 你这个消费者 好 那你从你自身来思考 你这个个人 你会在经济社会当中 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家庭 也就是这个个人 在经济社会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简单的在这个投影片上面 我跟各位同学 我先说明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要素 然后还有一个概念叫做产品 或是商品 你是一个经济个体单位当中的家庭 也就是消费者 所以 你是一个消费者 所以你是一个产品的什么 你是一个产品的消费者 也就是在这边 那你是一个什么 另外的 你是一个要素的攻击者 可以理解吗 什么是要素的攻击者 我们刚刚说生产要素有四个 劳动 土地 资本 企业才能 假设你 投入到 你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要素 你就是一个劳动 你到公司去上班 你到 你用我们刚刚那个手机的那个产品 那个例子来思考 你到手机工厂去上班 这个手机工厂不是要去雇用生产要素吗 雇用劳动吗 雇用人来生产手机吗 那你这个人 本身就是什么 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要素 你可以把什么 你可以去投入到要素市场 然后呢 让厂商来雇用你 然后他会付你薪水嘛 本身就拥有一大片的土地 那么厂商他要盖工厂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什么 必须要给你租土地嘛 你就可以获取地租嘛 所以你个人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生产要素的提供者 那同时是一个产品叙述者 所以各位 接下来各位看到这一个图形 家记呢 也就是这个家庭 你看 各位看这个箭头 这个地方 家庭 他会到产品市场 购买商品回来 家里嘛 他会到商品市场 购买产品回来 可是他购买产品的时候 他必须要支付 这一个价格 支付价格过来 那所以他是一个什么 他在产品市场 购买商品回来 他就是一个产品的需求者吧 那接下来 家记单位呢 他可以把自己 本身就是一个劳动 他把这个劳动提供到 要素市场上面来 然后他到要素市场上面 他到就业市场上面 来工作的时候 他就能够什么 获取什么 获取工资 获取薪水 这样那个报酬 回到家记单位来嘛 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概念 家记单位 他会提供生产要素 到要素市场上面来 也就是你个人 是一个就业者 你把你自己 投入到就业市场上面来 那你就可以 赚取所得 赚取了这个所得之后呢 赚取这个所得之后呢 你就能够来支付 这一个你购买产品的价格嘛 所以各位先看 注意看 我们在外面的这样一个 循环的一个绿色的箭头 他都是一个金钱的 货币的流动 有没有 那你在内部 白色的箭头的部分 都是什么 都是实体的流动 可能是实体商品 可能是实体生产要素的流动 好 到目前为止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 家计单位 他是一个产品的需求者 可是他购买产品的时候 他必须支付价格 另外 家计单位 他是一个要素的提供者 当他提供要素的时候 他能够获取报酬 这个报酬 就能够来支付 他购买产品的那一个价金 接下来 经济个理单位当中 还有一个叫做厂商 那么各位 我都会跟各位同学讲 家计单位 你把它想成是消费者 厂商 你把它想成是生产者 那各位 同样的道理 用你的自身的生活经验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生产者 你要生产产品 你是一个生产者 你要生产产品 到产品市场上面来卖的话 那首先 你一定要什么 你一定要雇用员工 来生产产品吗 所以 首先 你一定是一个 要素的什么 生产者要生产产品之前 他必须先雇用劳动 雇用劳动者 买机器设备 建置厂房 才有办法生产产品 所以他必须要到 要素市场上面来 各位看这个箭头 他必须要到 要素市场来 购买要素回去 生产产品 才能把产品 卖到 产品市场上面来 这个流程很清楚 所以厂商 他是一个要素的需求者 他到 要素市场上面购买 要素 回来 生产完产品之后 再卖到产品市场上面去 那另外 站在厂商的立场 他是一个什么 产品的 他 从要素市场购买要素之后 雇用要素 雇用劳动 雇用机器设备 生产产品之后 卖到产品市场上面来 他所以 厂商另外扮演的角色 是产品的供给者 所以 厂商把产品 卖到产品市场上面来了之后 他能够获取的报酬 叫做消货收入 他获取这个消货收入之后 把这个消货收入 他拿来支应什么 支应他购买 生产要素的价格 那个成本 厂商雇用劳动 必须要支付劳动薪水 购买机器设备 必须要支付那个成本 所以厂商制成产品之后 卖到产品市场上面来 获取的消货收入 就能够拿来支应 这一些购买生产要素的成本 所以各位 简单来讲 所以经济社会当中 存在了两个 最重要的个体单位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消费者 也就是家机单位 一个是厂商 也就是生产者 他们各自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 接下来 别忘了 经济社会当中 除了生产者 消费者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政府 政府呢 它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它会向家机单位 也就是消费者 还有像厂商 也就是生产者 提供服务 比如说 各位回到家 开水龙头 水就会流出来 一回到家 开这个 开这个开关 电灯的开关 灯就亮了 或是 奇怪 你骑摩托车 或是你走路 都有一条路 开到你家 这是为什么 这是政府 对于你 所提供的服务 可是他提供 这样的服务的时候 他必须 相对的要做一件事情 他必须向 你们磕税 拿到这样的税收 才有办法去做 政府才有办法去做 这样的基础建设 可以了解吗 所以通常 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 扮演一个集中许条角色 那接下来 我们刚刚在前面的介绍 经济个体的分内当中 我们已经介绍 有产品市场 有药素市场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 药素市场 药素市场是什么 是买卖生产要素的地方 刚刚已经前面已经说过 药素呢 分为资本 劳动 土地 企业残忍 这四类嘛 那 各位看这一个图形 我们刚刚说 家计单位是什么 家计单位 也就是这一个 家计单位 它是什么 它是药素的什么 药素的提供者 家计单位是药素的提供者 厂商呢 是药素的需求者 它需要生产药素 来生产产品 所以它是一个 药素的需求者 所以你看哦 我们说 这个单元叫做 经济活动的循环周流 也就是生产者跟消费者 如果在经济社会当中互动 他们已经开始互动了 消费者 它是一个药素的提供者 生产者 厂商是一个药素的提供者 所以 消费者跟生产者 不是就在药素市场上面 进行互动了吗 接下来 我们也说 消费者是一个 产品的什么 它是一个产品的需求者 厂商呢 厂商呢 是一个产品的提供者 所以 消费者跟生产者 不就在产品市场上面 进行互动了吗 我们再回到 刚刚我们所说的 因为 家计单位跟厂商 他们各自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 所以 他们 会在 要素上 买卖要素的地方 进行互动 那么 同样的 消费者跟生产者 他们各自扮演 不同的角色 所以 他们也会在 产品市场上面 进行互动 一个是去买产品 一个是去卖产品 所以产品市场 它的定义 买卖商品的地方 交易的标的 就是各种 可消费的商品 所以 产品市场 家计单位会来 厂商会来 他们就在这边互动 各位 我们把整个 新型活动的 循环周流 家计单位 它如何到 要素市场上去 到产品市场上面去 还有 厂商 它如何到 要素市场上面去 还有它到 产品市场上面去 把它结合在一起 有时候 我们得到这个图 这个图 就叫做 经济活动的 循环周流图 经济活动的 循环周流图 在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说 刚刚在前面介绍 经济各地单位 有三个重要的角色 一个是家庭 一个是厂商 还有一个 政府 政府在这里 政府会对 家计单位 消费者 还有生产者 提供什么 提供服务啊 同时 也会对 家计单位 磕碎 有没有 那所以 在这边 我们做一个复习 家庭 消费者 厂商 生产者 还有政府 这三个 经济各地单位 会在整个 经济社会当中 透过什么 透过 药素市场 还有产品市场 进行互动 所以 各位看到 上面的文字 政府向厂商 及家庭课税 根据家庭税收 来提供服务 所以家庭 厂商 他就可以透过 产品市场 跟药素市场 来做什么 来做彼此的互动 另外的 在这个图形当中 要跟各位同学 另外特别强调的是 这样一个循环周流图里面 有绿色的箭头 还有白色的箭头 它是一个循环的哦 你看绿色的箭头 它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有没有 顺时针的方向 那各位可以在旁边注解 这些顺时针的绿色箭头啊 表示什么意思啊 你看它这个流动 我们说它是一个 经济活动的循环周流 绿色的箭头 它表示的是什么样 一个流动的方式啊 你看 几乎都跟什么 几乎都跟钱有关 家庭 他必须买产品 他必须要支付价格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厂商把产品卖到 产品市场上面来 可以获取消货收入 消货收入 他又要去什么 要去支印什么 要去支印他购买 生产要素的成本 消费者他提供了 生产要素 到要素市场上面 他可以获取报酬 获取报酬之后 他能够就可以拿这个钱 来支印 这一个 购买产品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 好 所以 绿色的部分是 货币流动 那各位看到 白色的箭头呢 白色的箭头是什么 是 我们所谓的 实质的流动 也就是实体什么 这实质包含什么 这实质包含 实体的 产品 跟实体的什么 实体的生产要素 好 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 外圈 绿色的箭头 叫做货币流动 内圈 白色的箭头 叫做实质流动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整个图形叫做 经济 活动的循环周路图 在这个经济活动 循环周路图里面 我们说明了 整个 经济社会当中 这些个体单位 如何在市场当中 进行互动 市场机能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 价格机能 为什么 各位看这个文字 个别家庭跟厂商的 供需决策 结合成市场的供需 市场的供需 决定市场的价格 我们刚刚不是在这里 说明了 家庭单位 会到产品市场上面 它是一个产品的需求者 厂商是一个产品的供给者 这边有产品的需求 有产品的供给 就会决定出产品的价格 那同样的道理 家庭单位 它是一个药素的提供者 然后厂商是一个药素的购买者 也就是药素的需求者 这两个单位 会在药素市场上面 进行互动 一样也会决定出 药素的价格 所以消费者跟生产者 在产品市场上面 决定的产品的价格 消费者跟生产者 在药素市场上面 决定的药素的价格 比如说价格高低 会影响到生产者 到底要生产多少 那么同样的道理 它也会影响到消费者 要购买多少 所以会影响到你的什么 影响到你的决策 好 我们最后要跟各位同学 再说明的是说 各位回去 把它当做一个练习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的话 你如何在市场上面 进行经济活动呢 好 我用很简单的方式 来做一个总结 你王小民 他是一个上班族 他就拥有一个生产要素 叫做劳动 他拥有一个生产要素 叫做劳动 所以呢 王小民 如何在市场上面 进行经济活动呢 他 王小民一定会去什么 去上班 他本身就是一个生产要素 劳动 他去上班之后呢 他就能够赚取所得 有了所得之后呢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去 到产品市场上面去 购买产品 这个产品怎么来 这个产品 他如何去购买这个产品呢 他一定是什么 一定会有一个东西 叫做 厂商 厂商要生产这个产品 他一定会到什么 他一定会到 药素市场上面去购买什么 购买药素就是什么 雇用 雇用员工 来生产出产品来嘛 好 所以各位回去 试着把 这个单元里面前面所提到 那个经济活动的循环周流图 把它烙印在你的脑海中 想想看 如果你是王小民 你会怎么样 透过经济活动 这个循环周流 在里面进行 循环的互动 那 你 王小民 他到产品市场上面 他去做什么事情 王小民到要素市场上面 他去做什么事情 那同时 王小民他是一个消费者 对不对 那 另外 你也可以从 生产者的角度 也就是厂商这个角度 比如说 陈刚公司 是以陈刚公司为例 说明他如何在市场进行活动 你找一家公司 他是生产者 一样 思考 他 如何在产品市场上面 做什么事情 他在要素市场上面 又是做什么事情 好 所以各位 回去 一定要把 这一个经济活动 这个循环周流 这样的概念呢 重复的练习 我相信 接下来 当各位对于 这个经济活动的 循环周流里面 这些经济各领单位 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还有 他们在各自不同的市场 他们如何去做互动 也就是说 透过这个单元 你了解了经济个体单位 也了解了 经济社会当中 所包含的市场 产品市场 药物市场 我相信对于未来 接续几个单元 接下来后面几个单元的学习 我相信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加油 各位同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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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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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